咱们把咱们的应用程序提交到亚恩中执行 这个基本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咱们给大家看了一看 并且咱们是通过画图的方式 以及结合圆满的方式将整个流程告诉大家 那这样的话 在整个流程当中我们会发现 咱们之前所学习的一些内容 基本上都是有所涉及到的 比方说我们当前有自己的应用程序 它是怎么就发送到亚恩了 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Driver和Editor 到底怎么回事 最起码咱们通过圆满就看到了 咱们Driver其实它是一个线程 才是一个线程 而我们的Editor其实又分两个 哪两个呢 一个是通信的进程 一个是计算的对象 而且我们的计算对象当中 它有一个线程词 那线程词不用说了 就有多个线程 那它为什么会有多个线程呢 就是因为每个线程可以运行一个Task 那恰恰你的CPU的核 如果有多个的话 那我的多线程就可以抢占CPU的核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 并行并发和串行中就提过这个事情 它们的基础就是多线程 那你多线程的话 恰恰如果你的资源丰富的话 就有机会抢占CPU的多个核 同时做计算 咱们称之为叫并行计算 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么几个基础的概念 那么这些基础的概念 大家掌握好之后 你就知道有什么回事就行了 你要说是把语言码看懂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咱们毕竟没有学过那个语言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很难看懂的 那看不懂没关系 咱们把核心对象 核心流程搞明白就行了 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对象 一个就是这个Driver 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Executor 那这个呢我们恰恰的就给大家说了 他们就是我们的核心对象 而这两个核心对象呢 我们说了他们这些是可以通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叫SPA Contest 那它里其中就有一个用来做通信的 这么一个东西叫Scheduler Backend 我们给大家讲过 然后这个Backend就是后台的意思 那后台一般就是用来做通信的 我们说了前台 前台是用来做展示的 哇数据给你 你给我呈现出来 这就叫做前台 那后台就是来处理数据 来什么呢 做数据的通信 就这意思 所以两个对象恰恰都有自己的Backend 一个叫Scheduler Backend 一个叫Executor Backend 他们俩就做通信 但是呢 它俩通信的话 还有一些别的对象呢 你像我们的Executor 它里面通信完了以后 就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对象 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的Scheduler 就是现成值 就这意思 而到了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有DAG Scheduler 有Task Scheduler 有这个Scheduler 对吧 还包括什么Scheduler ENV这些东西 那这些对象 就会把我们的一些Task 阶段 Job Application 它就会准备好 那准备好以后 发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午给大家讲的东西 那光数目说还不够 咱们接下来还得说的东西 说什么呢 说一下对象之间是如何通信的 所以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通信的方式 来说一下 Scheduler 咱们叫底层的核心对象的通信方式 所谓的通信方式就是说 我怎么把我的东西发给你的 对吧 你说这个就中间那个箭头 这个东西咱们是怎么发过去的 就这个事情我们是需要考虑一下 你说这不简单吗 那两个对象的话 我直接给你不就完事了吗 恰恰就问题在这了 咱们说是两个对象 但其实并不是两个对象 咱们Driver是一个县程 那县程的话是运行在某一个进程当中的 所以也意味着咱们复制一下 复制 复制 复制过来以后 那就意味着当前啊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的进程 那它运行在某一个进程当中 所以给一个蓝色 那依此来一推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进程 然后呢 两边的进程在做通信 那我们当前的它 咱们说了 这个就是一个进程 那这个进程的名字 我们叫什么呢 叫application 咱们叫applicationmaster 因为咱们Driver啊 就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县程 那就是它跟另外一个进程做通信 而另外一个进程呢 恰恰就是我们的它 叫executor backend 就这两个进程之间有通信 那进程和进程之间通信 就没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一套协议 咱们之前好像给大家提过 大家 我忘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们之前在通信的时候 需要追踪什么协议来 大家记得了 大家可能忘了 咱们叫什么呢 叫jms 叫javamessageservice 就是我们的消息通信的协议 生产者和消费者要发消息 对吧 你怎么发 有什么要求 它就会有什么 我们的messageq啊 有那个我们的缓冲区啊 对不对 还包括一些我们的生产者呀 消费者呀 就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规范 那同样道理 我们当前的两个进程之间想通信 在加入 也会有一些我们的要求 叫rpc 叫rpc通信协议 就是rpc rpc通信协议呢 就意味着 他们要根据这个协议来进行通信 就是这个要求 那我们当前 我们的spark的底层 就采用了这个东西 叫spark env 他把这个通信的环境就约束了一下 所谓的约束就是设定了一下 我设定用哪种方式来做通信 这个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啊 咱们看一眼 咱们把这个叫spark env在哪里 这个东西啊 咱们就来搜索一下 搜索在我们的下面这个位置 来 大家看到这边就有个什么东西呢 叫create spark env 叫create 什么意思 创建spark的 env env 其中这个方法的名称就叫什么呢 就叫create driver env 说的简单点了 我们当前的env就会把咱们driver的这个环境 他准备一下 其实告诉大家除了driver以外 还有一个叫create 所以咱们点一下 点 点完了以后咱们查一下叫create 你会发现咱们的create 它的下面这个地方就叫create ect 因为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方法里面又包含了driver的环境该怎么做 又包含了ect c 该怎么做 其实这就是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看 咱们打开这个叫create 点 点完之后往下看往下看 咱们看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这 大家看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叫rpc env 就告诉你我们的通信环境是怎么回事 对吧 这就是通信环境 就是你们两个之间通信用的是什么环境通信的 就这个意思 那既然是一个我们的环境的话 那怎么回事呢 我们点它一下点它里面跟大家讲一下用到了一个特殊的通信架构 叫做nit 叫做nit 这里给大家去稍微的说一下 就意味着这两个东西它通信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用了一套架构理论在里面 所以把这个我们给它拿过来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这个给它标红 标红一下 那么给它放到底层去 就是他们俩的通信 这个时候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咱们叫nit 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套框架 它是一套通信框架 是一个比较厉害 就特别强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框架 是这样的 就是它 那这个框架 大家可能也没听说过 也不太了解 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Java中的那个IO Java的那个IO 这个地方叫Java的IO 咱们之前所学的 或者给大家去讲的一些东西 什么file input 就这些东西 包括咱们的什么file output 咱们的output 就这些东西 它都属于Java传统的IO流 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比较慢 它比较慢 包括那个shalkit 咱们那个shalkit都算 它为什么慢 因为它叫主摄是IO 也就意味着它其实这里面会有个叫什么 叫bio的概念 叫block 有主摄的意思 就意味着我在做任何的流超路的时候需要主摄 主摄都我处理完了 再把它放开 就这意思 性能就比较低 所以呢 我们Java就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Java提供了一个这个东西叫Java的NIO 叫非主摄是IO 也就意味着它是NIO 非主摄是IO 那么我们学那个卡夫卡的时候 卡夫卡里面那个叫file channel 包括那个叫selector那个东西 咱们的selector 它们都属于我们的IO 说的简单点 卡夫卡里面就用了效率比较高的这个Java的IO方式 其中有个零拷贝就是从这来的 有个叫file channel当中 就提供了一个叫零拷贝的一个方法 就是干这事的 所以性能是比较高的 那说到这以后 告诉大家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AIO 叫Java的AIO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eboostIO 前面这个基本都是同步的 但它是eboostIO 但这个eboostIO现在很难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Linux是不支持的 Linux是不支持这个AIO 谁支持呀 Windows支持 所以我们如果把服务器部署到我们的Linux上面去 是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 它只能采用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Linux当中有一个叫eboostIO 有这么一种eboostIO的方式来模仿这个AIO 所以其实我们当前实现这个性能比较高的IO方式 一般用的是它 一般用的是这个东西 Linux的eboostIO方式 但是呢这个方式呢 一般是要跟这个NIO联合使用的 也就意味着一般是他们俩合在一块来模仿性能比较高的IO方式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 那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Ninux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为什么说我们当前的SPA采用这种通信方式呢 就是因为它又是NIO 而且它模仿这种方式 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性能就比较高 这是他们的通信 老师呢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通信它怎么实现怎么去做呢 这个其实也不好去给大家讲 因为它毕竟是一套框架嘛 所以咱们这里只能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它采用了一种生活中的那种发邮件的方式 就是邮件 它采用这些发邮件的那种方式去实现它的通信 就这意思 那发邮件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现在也不太多了 不像以前 咱们以前工作当中都是发邮件 就任何事情都是发封邮件 确认一下 把这个事安排一下 现在可能不是了 现在可能都是用微信了 连那个钉钉都可能用的少一些 主要还是微信 间隔什么微信群 在微信里面发了信息 跟你们说安排一下工作 然后你就看吧 那个微信群里面全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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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这网 你看着可恶心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一到了游戏一到了过节 全这事 V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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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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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这网 一点有用的效益都没有 是吧 就全这网 所以说你就看 所以我经常 我经常别 而且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微信它把你拉到群里面 不通知你一声吗 是不是 它把你拉到一个群里面 根本就不需要证据你的同意吧 最恶心就这件事 你说你一把我拉到群里面 你是不是应该问我一声 他不问我就直接拉进去 你说我退不退 尤其是公司 我就问同意们 你说按理说就是 如果我在那个群里我要退的话 你说那个管理员他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他应该不知道吧 他就是你看人头可能是少了一个呀 他会通知你说谁退学了吗 应该不会吧 但是没有人没有人敢尝试 啥意思 领导把你拉进去了以后 你马上退学了 你说领导怎么想 对不对 领导可能还会想 说这小子干嘛呢 是不是疯了 不想待着的时候可以走 对吧 就是所以说这个微信 本来是个个人用的一种东西 现在公司里面就嗷嗷在用 就是这样的 其实在我们说的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公司里面都是用邮件的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是要发邮件确认的 工作邮件 就是你任何出了问题 也是看有没有发的封邮件 微信里面说什么都不算 就是你说任何事情 承诺任何事情都不能算 发邮件确认才行 叫工作邮件 拿公司的邮箱来发的封邮件才能算 那现在呢 好像微信也能作为证据了 就是你在微信里面承诺的东西 也算是你答应了 你做不到 那也算违约 现在好像有这个要求了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 咱就不以那个为例了 咱们就以这个邮件为例 就是我们的90这种通信方式 就好像是他们俩当成两个人一样 在生活中发邮件的意思 就这个感觉 那发邮件 那就我给你发 你给我发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应该互相都可以发邮件 所以从网络通信来讲 现在大家都可以发信息 我给你发 你可以给我发 那咱们俩就应该互为什么呢 服务器 互为客户端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很简单 我给你发消息 我得连上你啊 那我连上你 我就是客户端 你就服务器啊 同样道理 你要想给我发东西 那你就要连上我呀 那我就是服务器 你就是客户端 所以他们俩应该什么呢 互为服务器 互为客户端 这个咱们给大家看一眼 咱们给大家看一眼 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刚才说过了 咱们的SPA和ENV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Coreate 咱们的那个Driver 咱们这个有一个叫Coreate Driver ENV 创建我们Driver的环境 其实我们下面这个东西就叫Coreate Executor ENV 就意味着这两个方法都是创建环境 但是只是创建了不同的角色而已 好 既然是创建不同的角色 但是别的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 这个叫Coreate 你会发现下面这个也叫Coreate 所以他们俩其实都是Coreate的 那就意味着不管是一个Driver 还是Driver也好 他们最终都走到了这个位置 那都走到了这个位置 这就意味着刚才所看到的RPC 你的Driver和一个Driver 其实都会执行 就意味着你也会执行 他会执行 那这个方法到底在干什么呢 你就看一看 咱们叫Coreate点 点完之后 我说了 这个里面有个叫Nited RPC Event Factory 叫工厂类 那工厂类的目的就是为了创建对象 就是创建我们它的环境对象 所以我们点击这个叫Coreate点 点击完成以后 在它的里面就有个这个东西 叫Nited RPC Event Factory 所以我们当前的这个通信环境 其实我们就称之为它了 所以把这个拿过来 咱们就叫Nited RPC Event Factory 一个通信环境 那通信环境当中 咱们别的不用管它 咱们看这句话 大家看能看懂吗 叫Start Service On Port 什么意思 从字面海上来讲 是非常好理解的 On Port不就是在什么端口上吗 在什么端口上启动服务 说白了就是服务器 也就意味着 你会在一个端口上启动服务 它会在一个端口上启动服务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 我们再来看细一些 看什么细一些呢 我们去点它一下 点 点完以后 它里面就有什么呢 就有个Start Port 就是启动的端口 然后这边就有个什么东西 叫Start Service 叫启动服务 在某一个端口上 启动咱们的服务 就是这意思 那么这个服务 到底怎么启动的呢 跟大家讲一下 它其实就在当前的这个位置 在这 叫做Start Server 那好 我们再往里点一下 点 点到这里以后 它里面就有个叫 Transport Contest 叫Coreate Server 叫创建服务器 然后你再点一下 它的服务器的名字 就叫Transport Server 就在这 所以也就意味着 我说了 它们互为服务器 而且它们都有通信的环境 那所以就把其中一个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我们假设它就是服务器 我给它一个红色 给你个红色 它就服务器 它是服务器 它的名字就应该叫Transport Server 放过来 但是你是服务器 它就得是客户端 但是它也可能当服务器 所以就把这放这 但有的通信说 老师不对 那我是客户端 你是服务器 大家就一直通信 不就完成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就一个服务器 一个客户端 所以我们就假设 它是个Server 那它是个Client 我们假设它这个Client 其实如果咱们搜索一下 是可以收到的 咱们拷贝 拷贝以后 咱们来搜索一下 搜索以后 就叫Transport Client 所以大家会发现 就有这么个类 就叫Transport Client 它就是客户端 所以把这个放过来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绿色 那就意味着客户端 连接服务器 所以我们这个箭头 箭头呢 我们就拿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箭头了 表示的是一个连接 好 那我就问问同学们 如果它是个Client 它是个Server 那客户端连接Server 这是对的 但是你们觉得 我连接以后 把东西 用拢缩吗 我既然连你的目的是 是发东西 那我发东西的话 我发给你之后 我问同学们 这个连接会一直保持吗 如果会一直保持 那好 你处理完的结果 你就反馈给我就行了 我就不用 我不用再创建了 所以这个时候干嘛呢 我就等着 你把东西还给我就完事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咱们的这种 咱们之前说过了 Server是一个什么框架 它是一个批量的 离线的数据处理框架吧 它的延迟是什么 以小时和天为单位吧 那就意味着 我发给你东西 你开始做计算的时候 大家想想 它能很快得到结果吗 如果你说两秒钟 五秒钟得到结果 那我等会儿 我连上一会儿等会儿 你给我 可是你可能等花两个小时 八个小时才能得到结果 那我这八个小时当中 这个连接我会一直保持吗 它不可能 为什么呢 第一个时间太长了 第二个 它会占用很多的资源 你们学Java的 JTBC的Knighton 你就学过 连接对象 当你处理完我们的数据咒 是一定要马上释放资源的 为什么 因为太消耗资源了 长时间占用资源 那么可用资源就非常的少 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咱们这也是一个道理 我连上你是对的 但是我把东西发给你之后 我就不应该再连接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计算时间太长了 或者什么呢 稍后再说 所以它连接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发东西 但是它不收东西 或者说 马上收很多东西 或者等着 等什么呢 等着你连我 那就意味着什么叫互为服务器客户端 就意味着你这干嘛 也是一个客户端 它也是一个服务器 就意味着当你处理完了 你把这个结果反馈给我 发给我就行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通信思路 所以什么叫收发邮件呢 我可以给你发 你也可以给我发 咱俩不是一只链子呀 对吧 我给你发完之后 你处理完了 再把那个邮件反馈给我 就完事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么问题就来了 生活中 张三李四王五 给赵六发邮件 我问同学们 能不能同时发 能不能 能不能同时发邮件 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 给他们赵六发邮件 赵六是领导啊 我们每天要把自己的那个工作日报 发给我们老板 领导啊 那我发给领导的话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个可不可以同时发 可以吧 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 你发你的我发 我都巧了 三个人同时发了 很正常啊 对不对 而且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发 那就是我们六点钟下班 六点钟 五点五十九分的一刻呀 对吧 我扒一点按钮 三个人同时一发 发过去以后 马上下班都不再等的 为啥呀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 每天下班之前 把工作日报 发给什么领导 然后呢 发完你就跑 那如果发现日报有问题 怎么办 第二天再说了 对吧 你要是发的早了 比方说你五点半就发了 然后呢 领导一看 你这日报不对呀 你这工作量 本来今天应该完成什么呢 200行代码呢 你跟我说 现在写了150号 你这不对 这加一班吧 但是你59发完 领导看完以后 怎么办 想找你找不着你 对吧 微信全关 手机不接 对吧 就玩去了 是不是 没办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意味着 张三李氏王 他给领导发邮件 是可以同时发的 但是你可以同时发 我就问你 赵六在接收到邮件的时候 我问同学们 是同时收到的吗 大家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当前 就是我想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有多个 一个的Q特 如果都给Driver来发邮件的话 那他收到的时候 我问同学们 是同时收到 还是有先有后 我刚不说了吗 张三李氏王 我给赵六同时发 但对于赵六来讲 他收到邮件 也一定是有先有后 对吧 一定是有先有后的 不可能是同时收到的 那既然是有先有后 那就意味着 我先处理的邮件 一定是先收到的 那你后面两封 就得等在那 那这个时候 就得有个地方等着 那这个在哪等着呢 给大家讲一下 叫收件箱 就意味着 在咱们的这个通信当中 其实是有个什么概念呢 叫inbox 叫收件箱 就叫这个东西 叫inbox 所以颜色呢 给他变一下 给他变一下 这就意味着 我们当前 我们的箭头 就会走过来 我收到邮件了 邮件给我了 那我就会放到 收件箱当中 这个咱们可以 给大家去看一眼 咱们说一下 咱们不看它的流程 就看核心的对象 所以把这个上面 这些东西咱们全都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 咱们就叫inbox 叫收件箱 咱们在哪呢 看看咱们的inbox 在这呢 在这 在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地方 咱们搜索一下 咱们搜索一下 叫inbox 在这就这个东西 这个class就叫inbox 就是它 然后呢 咱们大家看这 这什么东西 这个叫java.utu linked list 叫链表 然后呢 叫inbox message 就是收件箱的消息 它是一个链表结构 链表结构 就是有顺序的 所以啊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操作 那么inbox message 点开 点开里面 就会有一些其他的 什么这些东西 什么启动 关闭 包括什么什么玩 这个咱就不用管它了 包括什么RPC message 是吧 就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消息 你不用管它了 但它确实就有一个叫inbox 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收到邮件了 那你收到邮件以后呢 然后怎么办 那不用说啊 那然后你就是要对邮件做处理啊 那邮件做处理了 比方说我先收到张三的那个邮件了 那我就把张三的邮件干嘛呢 我就去处理一下 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告诉大家邮件 它分两个内容 邮件分两 哪两个内容 一个叫邮件的什么 标题和邮件的主体内容 一个叫标题 一个叫主体内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大家想想 你们去打开你们邮箱的时候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标题 就不看内容了 是不是 为啥呢 因为标题就写了两个字 叫促销 它写个促销 那促销的时候 大家想想你们还看内容吗 那不看了 对不对 这一看广告 我看干嘛呢 但是一想工作 对吧 或者说日报 或者说日报 或者说工作安排 或者叫工作进度 你这一看 不行 这领导要给我分别什么任务的筹量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标题就决定了 你看还是不看 对吧 你像我们之前工作的时候 就是公司的邮箱 很奇怪 我们公司的邮箱 当然也能通外网了 动不动给我发什么呢 动不动给我发 那个就是商品推荐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那时候孩子刚才很小嘛 发什么那个广告呢 奶粉 纸尿裤 花王纸尿裤 是吧 什么什么奶粉 就在玩 就这个道理 我那一看 我肯定不看里面内容 对不对 就这样的 然后孩子大了以后 发什么呢 培训班 英语培训班 什么体能课 就全发这玩 所以说现在邮箱 我来看 我来打都打开的 因为打开以后 没有任何东西 全都是广告 基本就不看了 所以说邮件 其实是有一些什么主题 什么主体内容 有这个东西 这个咱就不管它了 那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说了 我现在收到邮件了 那你收到邮件以后 我就要对它做处理了 那我要对它做处理的话 那我就会发邮件 或者叫回邮件 这个回邮件会干嘛呢 会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什么呢 叫outbox 所以这里呢 会有个叫outbox 就是发件箱 这个咱们叫收件箱 那这个就叫发件箱了 所以颜色给它一个这个颜色 那就意味着 我们把这个邮件收到之后 我们就准备做反馈 反馈的话叫发邮件 那发邮件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得通过客户端 向服务器来发了 所以这个箱头就走到这了 走到这以后 颜色我们就给它标记一下 标成灰色 红色表示收 我们黑色就表示发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流程 就是这么个流程 那现在呢 我们的outbox和inbox 我们正好可以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inbox就在这 我们的outbox 它就在这里 同样道理 我们的箱头 就会把它发过来 那这个应该用红色 表示收的意思 它表示收 收到以后 那同样道理这个呢 就会转到这 它是一个我们的它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东西 复资 再给它放到这来 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的流程 你会发现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个圈 你给我 我给你 你给我 我给你 就是靠这种方式 它通信 那这个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看什么呢 看那个叫outbox 刚才看到收件箱了 我们这里呢 就看那个叫outbox outbox就是它 咱们就在这个位置打开 打开以后 就是这个东西 它叫outbox 你会发现 它里面也会有这个玩意儿 这个呢 就叫linked list 链表 里面就是链表里面的message 叫消息 我们之前讲 卡夫卡罗就讲过 咱们进程之间发的数据 不叫数据就叫消息 往那个卡夫卡里面发的 就叫一个一个的消息 为什么叫message cure 就叫消息对链 就是这个概念 大家再看 这什么东西 这个不就是那个transport client 不就是这玩意儿吗 对吧 我发现箱给谁发 靠谁发 就靠客户端来发呀 所以就有一个他 他就是client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东西 叫rpc的dress 说白了 向哪个地址发 对吧 谁给我发过来的 我回啊 我得回邮件 难道是谁啊 那个地址我得知道 然后我给他回就完事了 那对于网络来讲 那你所谓的地址 就是你的通信 IP地址和那个端口号的 这些东西 我肯定都是有的 有的话 通过他来发就完事了 所以整个的通信流程 其实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看底层的话 就太复杂了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网络编程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这也可以看一看吧 咱们就说是这么说 咱们再看一看吧 看什么东西呢 看这个东西 咱们的Spark EMV 看一下 咱们之前说了 到了这儿叫Create 我们点 点击之后叫Net 我们再去点 点完之后叫十大Server 叫启动服务器 再去点 点完之后 再去有个创建Server 点 点击之后 有个叫TransportServer 你再点开它 点 点击到这儿的时候 同学们 我们来看这儿 这边有什么东西呢 叫做Init 叫做Init 叫出时化 你把这个Init 你点一下 点击到这儿以后 它里面就有个叫Bootstripe 叫做启动 它里面就有个什么呢 叫Server 是吗 我们的Bootstripe 就有这么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我看看 咱们能够 能不能看到一个关键性的点呢 我看看 这个带 看这儿 这边有个叫NetUtios 叫工具类 有一个叫GateServerChannelClass 叫Gate服务器的管道 我说过了 咱们之前的那个NIO当中 就有这个Channel的概念 这个Channel是Java的NIO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 我去点它一下 点 点击以后 大家看这儿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NIO和什么 Epo 就这俩东西 这个NIO就是Java的NIO 而这个Epo 就是模仿AIO所实现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会根据你当前的这个模式 你当前这个模式的选择 来选择不同的这种处理方式 默认就是我们的NIO 就是我们当前的SPA 默认采用的是NIO的方式 没有采用Epo的方式 但是可以采用Epo 但是你得配置了 你得增加相关的配置了 这个给大家去说一下 最起码我们当前 我们说咱们知道它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所以有这种处理方式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也不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了 这个我们课件中是有的 咱们这个课件中 打开咱们的课件 咱们叫内核及调优 咱们打开 打开以后 其中这里面我们去找一下咱们这个地方 通信框架 就是我们这个通信框架 这个框架当中 它其实就有刚才我给大家画的这个东西 里面就包含了什么东西呢 里面就包含了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叫发件箱 然后呢这边还有收件箱 以及呢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就这样的 然后呢它里面还会有一些细节 比方说driver啊 什么ecutor啊 然后呢里面会有什么通信呢 通信这个咱们就不用管它了 你就记住了 咱们刚才给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点就行了 细节大家先不用去管它 知道有什么回事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通信咱们就大概的说到这里